戴著頭燈手套來到高雄大寮會節裡的草叢 眼見有動靜 伸手一抓 來 先把綠獵犀的嘴巴用膠帶 黏起來 再把手腳固定住 抓完了這隻繼續往下一個草叢罩 農業局二十四號一個晚上 就在大寮區抓到七十四隻的綠獵犀 起因就是有民眾通報 在大寮這所幼兒園 發現超大隻的綠獵犀爬到樹上 嚇壞小朋友 那個花園那個地方那角落 結果他隔天來之後他也被捕 他也是 他好像自己會挖 然後他就操作 由於高雄氣候 溫暖炎熱 大寮 農地又多 適合綠獵犀稀生活繁殖 農民說種植的地瓜葉 稻米都曾被綠獵犀啃食破壞 牠也會吃 牠也會吃 牠也會吃牠 咬不咬 咬不咬 牠一毛一毛 知道嗎 對 牠這樣聽好吃然後一百萬 在臺灣中南部常見的就是這種 美洲綠獵犀 原產於中南美洲之鹿域爬蟲類的動物 屬於大型蜥蜴 一次繁殖可以產卵二十到七十顆 沒有天敵 因為個性溫和曾被當寵物飼養 但因為最長會長到兩米 因此又遭棄養 其實綠獵犀 並不會主動攻擊人 只要有人一靠近 綠獵犀 就會快速地逃跑 所以民眾千萬不要慌張 一百零九年八月 農委會已經公告 每週綠獵犀是有害物種 除了登記在案得飼養外 如果新飼養個體 可處一到五萬元罰還 店家繁殖或者販賣 也可處六到三十萬元罰還 光是去年高雄 就抓了五千多隻的綠獵犀 今年到四月為止 也抓了超過一千隻 農業局呼籲民眾 如果看到綠獵犀出沒 可以撥打一九九九 會有專業團隊出動獵部 靜新聞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